咱们今年不是兔年吗 兔年 兔年月球上有兔子 古老传说月球遇兔 中国太月工程 太月工程绕落回 根据目前我们太月工程了解 月球上没兔子 太月工程 中国航天 中国空间站说起来都是载人航天 都好浪漫呀 咱们航天员在月球空间站里吃饺子 咱们自己的空间站里边长庄稼 现在美国人特别害怕 中国跟俄罗斯空间站合作 先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工作的平台 中国人先登了月球 那美国人觉得脸上火辣辣了 中国空间站现在有这个成就 太月工程我们做的一环一环的 乍乍实实说明什么呀 说明人家美国NASA不带咱们玩 说明欧洲空间站不带咱们玩 咱们自个玩 玩的还不错 为啥玩的不错 那原因多 其中一个原因 有钱 跟大家说个数字 2022年呀 咱们国家的科研经费 你知道吗 研发投入突破三万亿元 什么概念 从来没这么多钱 三万亿什么概念 相当于许家印从银行里借出来的钱 他两万亿 比许家印借出的钱多一万亿 这么说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三万亿的科研投入钱不够多 你只能倒过去推 说许家印这皮带哥太能借钱了 把我们国内生产总织的2%都给借过去了 现在一地鸡毛 我这么说我有点害怕 这两天啊 有个叫任泽平的经济学家 还号称首席经济学家 老大 攻击司马南为干猛 任泽平说司马南是打压民企 破坏民企 坏人在中国搞破坏 准备叛逃 这任泽平也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 他有个东西说对了 他说中国民企业要 要尽快的振兴起来 要发展民企 这话是对的 我支持 我也支持 但是你说 把司马南给摁下去 让司马南闭嘴 然后中国民企就起来了 如果我真有那么大的能耐 你不用你摁下去 我自个儿头僵行了吧 我自个儿抹脖子 我自个儿挥刀自攻 行了吧 但是这个任泽平说话 没有任何证据 他对我的那些话呀 我觉得是不是和我平时 对许家印有一点批评有关系 许家印不是都做错事 比方说我对任泽平批评 我觉得任泽平说振兴民营企业 让民营企业得以大发展 这是咱们共同心愿 我跟任泽平在这一点上 没有矛盾 但是任泽平他没说 他没说我2022年 我质疑联想改制涉嫌 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这事 他没提 但是他只是抽象结论说 司马南打压民企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 他也没说 这个加杠杆啊 掩大了 玩砸了 这个许家印钱 现在呢 撅着屁股任你打 搞得一地鸡毛这件事情 司马南的批评批评错了 这个任泽平他不跟你谈具体事 他就说司马南是坏人 那任泽平认定司马南坏人 那司马南也不能就认呢 你这个总得有点法律依据 而且这么大派头的人 在诋毁司马南 我们是老百姓 你这总是不合适啊 对不起我怕提了 本来是说 2020年我们的科研经费 这比许家印那个借的钱 多出来一万亿 总有人在那个地方说 技术特别是原始创新的技术 不是钱能堆出来的 这话说的也对啊 不是钱就能砸出来 但是如果你不堆钱 或者无钱可堆 技术不是更出不来吗 我们的科研工作 尤其要改进 但是不论用什么样的挑剔的眼光来找茬 用任泽平那么挑剔眼光找茬 那你也得承认中国科研经费在大增加呀 中国的科研在进步啊 中国的科研经费的巨量的投入是不争的事实啊 中国航天员在自己的空间站里边过年 和全国人民一样吃饺子 你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科研经费增加 中国科研进步的一个具体标志 如果看到中国航天成就为代表的 中国科研成就那些画面 你感到欣慰 你笑了 就说明咱哥俩的感受啊见识接近了 如果有人看到这画面 看到中国航天员 林安阿姨回来了又去了三个 看这画面气得饺子不香了 把筷子一扔不吃了 那对不住对不住啊 我们中国人过年吃饺子 空间站那空地 我们这个对话这画面多美啊 您气得不吃了 那活该 您活该啊 大家知道中国有个研究机构啊 这个研究机构总是被 美国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代表的 国外的各种关注中国的力量 所重视 他的当家人 一个老头 被美国誉为世界百大思想家 这老头就有这么一种情绪状态 其实我跟这老头认识 他平时说话慢悠悠的 千千和和的 年纪很大了 说到中国科研 说到中国军力 他就来脾气 他把中国的航天成就 甚至把中国对钓鱼岛的态度 都当成民粹主义来批判 这老头摸着口袋 说你不代表我 你什么航天啊 保卫钓鱼岛啊 你浪费纳税人的钱 这老头是号称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 就像任泽平一样 你不能说他不深刻 不深刻人家怎么能是 美国人评出来的 世界百大思想家之一呢 所以啊 虽然我们说的是 科研经费投入这么一个数字 可是从不同的角度看 看的内容不一样啊 我刚才说的数字 是国家统计局的 2022年 我们科研经费 两位数增长 卖上三万亿元的新台阶 持续投入强度 就是研发经费和GDP之比 非常快提升啊 百分之二点五五了 具体说 2022年我们的研发经费 是三万零八百七十亿元 首次突破三万一大关 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四 从十三五以来 中国这是第几年了 第七年了吧 保持两位数增长 如果按不变价格来计算 这好算是吧 按不变价格计算 我们科研经费增长了 百分之八点零 高于十四五规划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每年增长百分之七以上的目标 你规划百分之七 我们增加了百分之八 虽然是抽象的数字 但是它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大过年的说点高兴的事 我觉得这算是个高兴的事了 感谢收看 再见